今天是議會第三次的第三處 是前總結孫的第一天 一開始基長過信隆 就為了台南市民 帶來一個好消息 今年的國慶憲會 將會修處刷到台南的基盤 基長表示 在台北舉行 晚宴在宜蘭舉行 國慶憲火施放 就爭取到角落台南市 這是有史以來 國慶憲火疑事到台南舉辦 基長表示 台南已經很久沒辦法大型的外島 不止也有考慮幾個地點 像是余光島和總君起港 另外基長也領位 康龍停車和外島結束後 算到的方便性 也可以考慮到連接 我們區到北區的 關海橋 但國慶籌備委員會基本上決定 落腳台南已經是確定了 對於這個大件事 市長也表示 這算是蔡英文總統 要給台南的大彩蛋 也是台南修處基盤國慶憲火 該是最未來的地點 落在哪裡 也會趕緊跟國慶 丟臉委員會來討論 做最后的決定 我們在新聞第一文小明星 台南參報道